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位 大家了解佛手瓜吗? 懂事的人为什么都那么爱吃佛手瓜呢? 一起了解一下吧 现在佛手瓜特别的多 我们这里买五毛钱一斤 这个时候的佛手瓜比较嫩 趁着新鲜就多买了几个 佛手瓜长得像两只手合在一起 像佛的手一样 所以叫佛手瓜 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叫羊瓜 老一辈的人都喜欢用羊瓜炖猪脚 你们那里还叫什么呢? 佛手瓜几乎不含反式脂肪酸 口感清甜咸能多汁 既可以作为水果生吃 也可以用来烧菜 同时佛手瓜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也是人们喜爱它的原因 如果处于生长期的儿童 平时多吃一点佛手瓜 还有助于增高增强免疫力 促进打脑发育哦 是蔬菜里的王牌哦 对佛手瓜削皮要记得戴手套 或者是在清水中进行清洗 因为佛手瓜皮层的粘液就像香药一样 会引起皮肤烧痒 而且会像胶水一样粘在手上 特别难洗 用水就可以轻松的化解了 嫩的佛手瓜其实不用削皮 洗干净即可 那像这样的 缝隙里边的我们还要用小刀给它抠掉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款佛手瓜 非常养生的一道做法 收藏起来做给家人一起吃哦 我们把佛手瓜切成薄片 切到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佛手瓜的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盒 这个盒的营养也是很丰富 不过盒的口感并不是很好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要可不要 成熟的盒我们可以种在花盆里 来年就会有吃不完的佛手瓜了 生命力非常顽强 很好养活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佛手瓜切成细丝 可以尽量切得细小一些 有些朋友说吃佛手瓜会致癌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佛手瓜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经常吃对我们的身体 还有着非常多的好处呢 切好的佛手瓜丝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小许的配菜 一块鸡胸肉先把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得薄一点 佛手瓜几乎不含凡是脂肪酸 和鸡胸肉搭配起来 是一款非常低脂的健康菜哦 切好装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给鸡胸肉调味 加入少许的食盐 加一点生抽 料酒 蚝油 想不想有 用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使鸡胸肉完全的吸收料汁 再加入一勺淀粉 搅拌时每一根鸡胸肉都能够均匀的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这样可以锁住鸡胸肉的水分和营养 保证其口感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切成薄一点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一个去了皮的西红柿 我们把西红柿切成小丁 西红柿皮一定要去掉 不然会影响口感的 切好的西红柿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小葱白 一块生姜 两瓣大蒜 大蒜和生姜切成块后 再剁成细小一点的末 小葱白直接切成葱末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少许的香菜 直接切成香菜段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油 油味热后我们下入葱姜蒜末 大火爆香 炒出香味后我们下入西红柿丁 翻炒出西红柿汁 然后搅入清水 清水的量可以多来一点 这样汤汁就会比较清爽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两个鸡蛋 打入小碗中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开 然后我们再来调个面疙瘩 对于面疙瘩很多朋友都说 拌出来会大块大块的 今天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先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 准备适量的面粉 然后准备小水的清水 用一滴一滴的方式 丢入面粉中 然后每滴一次水就换一个地方 像打有机站似的 打了就跑 我们使用平盘 以这样的方式拌出来的好处就是 面疙瘩会分布的比较松散 不会叠压在一起 就不会出现 成坨成坨的大面疙瘩了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锅中水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佛手瓜丝放进来了 跟着胡萝卜丝也放进来了 用筷子搅拌开 中火煮开 煮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面疙瘩放进来了 面疙瘩放进来之后 迅速的用筷子搅拌开 这样面疙瘩才不会粘连在一起 记住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煮开之后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往锅中加入一下食烟调味 67粒鸡精 再加入一下蚝油 一小生抽调味 搅拌开 使调味料均匀的混合开 再次煮开之后 我们把腌制好的鸡胸肉放进来 跟着用筷子把鸡胸肉搅散开 这样鸡胸肉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鸡胸肉放进来以后 不用煮太长时间 烫上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淋入打好的鸡蛋液 这时不要忙着去搅动它 使蛋液电子凝固之后 我们开始搅拌几下 蛋花煮熟 然后就可以关火了 这时我们把香菜段放进来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里的香菜主要是切到一个 增香点缀的作用 所以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 可以不用放哦 搅拌混合均匀 这样一道香喷喷的 佛手瓜鸡胸肉鸡蛋汤就做好了 特别的营养好消化 佛手瓜吃起来特别的清甜 鸡胸肉口感鲜嫩不彩 特别入味 疙瘩筋道 也太好吃了吧 不管是用来做早餐 还是晚餐都特别的养胃哦 喝上一碗暖哄哄的 特别舒服 高营养低热量 想要减肥的朋友 可以用来做减脂代餐哦 现在也是佛手瓜 大量上市的季节 当季的蔬菜是最好吃的时候 碰上这么好的菜 一定要试一试 早上吃一碗 一整天都是元气满满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哦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